前陣子台灣裔變裝皇后妮菲亞 拿下了盧保羅變裝皇后秀的總冠軍 致死時還把這個獎項獻給了台灣 但變裝皇后到底是什麼呢?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前陣子美國籍台灣裔的變裝皇后妮菲亞 用一身結合台灣珍珠奶茶元素的絆妝 拿下了美國知名節目 盧保羅變裝皇后秀第16季的總冠軍 是節目史上第二個奪冠的亞裔人 而在節目上,尼菲亞還喊說 Taiwan,This is for you 讓世界看見了台灣豐富多彩的文化面貌 對大部分人來說 變裝皇后可能還是一個有點陌生的文化 但其實近幾年在拉丁美洲還有歐美 變裝皇后越來越進入主流 而台灣自己其實也有很棒的變裝皇后文化 那今天這一集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 變裝皇后到底是怎麼樣的文化? 他們都在做什麼? 台灣的變裝皇后文化又是怎麼樣來的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變裝皇后吧! 不過,在開始今天的討論之前 先讓我們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你是否跟我一樣有減重腹胖的慘痛經驗呢? 記不記得,我和減重名醫宋業人 一起推出外食減重學現場課程 能帶你根據體質避開腹胖地雷 讓好不容易瘦下來的你 不再因為三餐外食、沒有空運動等等的原因 讓其中回到原點 課程首先會帶你掌握外食、判斷指南 一眼就能夠根據食材類型與烹調的方法 來找到好吃便利又能夠瘦的日常外食 如果想要杜絕腹胖 就一定要認識銀香減重成效最關鍵的荷爾蒙體質 根據體質調整作息與飲食來減重 就不用勉強自己瘋狂的運動、結實挨餓 更不用擔心一旦鬆懈就迅速的膨脹腹胖 現在外食減重學好評開課囉! 現實優惠的是75折 輸入我的專屬折課碼StayFit77 還能夠再折500元,趕快一起加入吧! 變裝皇后Dragqueen這個名詞 其實沒有非常標準或是固定的定義 但大致上來說 變裝皇后是一種男扮女裝的LGBTQ Plus社群文化 參與的皇后們通常會用非常誇張華麗的造型歌打扮 結合的歌唱、舞蹈等等表演元素來表達自我 那雖然大部分人對於變裝皇后的刻板印象 是男同性戀者扮女裝 但這個認知其實不太準確 因為也有不少跨性別者、男性戀、女性 等等多元性別或是性向的變裝皇后 廣譜非常廣泛還有多元 而過去變裝皇后比較常出現的場合 通常是在夜店、遊行或是變裝舞會當中 而其中變裝舞會不只是舞會 同時也是變裝皇后們比賽較勁的場合 這經典的項目包含了對嘴比賽 變裝皇后們會用一首歌的時間 去展現自己的化妝、服裝、舞技 甚至是特技等等的才藝互相比拼 另外皇后們也會組成一些叫做家族的社群 這些家族有點像是姐妹結盟、成員之間的關係緊密 資深的變裝皇后會像母親一樣 指導新人如何融入這個大家庭 提供生活上的指導和保護等等 那變裝皇后的文化是怎麼樣來的呢? 有人認為變裝皇后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的戲劇 當時男性演員、扮演女角色表演 就有了變裝的傳統 現代意義的變裝皇后 這時候很可能是源自於1888年一個叫做威廉·斯旺的自稱 斯旺是黑奴家庭出身 後來號召了美國黑人社群主辦變裝舞會 他們在會上裝扮成女裝 然後用誇張的舞步模仿嘲笑莊園主 參與的人也會組建家族互相照顧 被認為是現代變裝皇后文化的原型 而時間來到20世紀初 當時美國社會對於變裝者和LGBTQ的社群非常的不友善 不只是法律、名文禁止 變裝者也經常被警察逮捕毆打 職場上面也會遭受到很多的歧視 然而在這樣的壓迫之下 地下俱樂部跟酒吧反而成為了他們的避風港 尤其在哈林區 各種變裝舞會開始在酒吧還有俱樂部流行了起來 到了6070年代左右 變裝皇后們形成了更緊密的社群 後來在爭取LGBTQ平權的十強運動中 變裝皇后們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後來也因此催生了同志大遊行 還有近代的性別平權運動 不過這個時候變裝皇后還是比較小眾的文化 把這個文化推進主流事業當中的關鍵人物 是變裝皇后RuPaul 盧寶羅 盧寶羅在聖地雅各出生長大 後來在紐約居住 逐漸以演員還有歌手的身份快速竄紅 同時還有自己的節目主持 在社會氛圍還比較保守的年代 盧寶羅就多次用變裝皇后的身份公開演出 發行單曲還有專輯 期間也得獎無數 可以說是全球最知名的變裝皇后之一 然後到了2009年 盧寶羅開始主持盧寶羅變裝皇后秀 在這個節目當中 變裝皇后會參加各式五花八門的挑戰 除了經典的走秀還有對嘴大賽 還有名人模仿、戲劇演出、毒蛇大賽 音樂劇、服裝設計等等 所以參賽者們可以說是時尚拳 在非常短的比賽時間裡面 他們不只要練習表演走秀 還要親自的縫製與設計衣服 甚至連彩虹設計跟上妝都要自己一手包辦 演員比賽的難度非常高 還非常燒錢、燒時間 羅寶羅變裝皇后秀 還被譽為是變裝皇后的奧運會 在推出之後 這個節目大受歡迎 獲得了29座艾美獎的肯定 到現在已經有16季 還有各種不同的延伸系列節目 雖然這個節目跟盧寶羅本人 還是有面對一些剝削變裝皇后 歧視跨性別者的爭議 但這個節目確實也讓變裝皇后的文化 正式踏入了大眾的視野當中 同時也因為這個節目的走紅 帶動了世界各地的變裝文化的復興 其中當然也包含了台灣 雖然我們前面對於變裝皇后的討論脈絡 主要是在講美國這一塊 但其實變裝文化在世界各地都有 只是形式不太一樣 像是在華人文化當中 傳統的戲曲跟歌仔戲 一直都有男扮女裝表演的傳統 而在台灣 1990年代的時候 也很常出現各種變裝版稱的表演 出現在電視節目、夜店、遊行 還有活動表演當中 不過有些人認為 台灣變裝皇后文化再次復興 跟2016年盧寶羅變裝皇后秀的走紅 有一定程度的關係 其中最有名的皇后之一 就是這次奪冠的尼菲亞 尼菲亞在美國出生之後在台灣長大 根據訪談,他是在英國念服裝設計的時候 看到盧寶羅變裝皇后秀而受到啟蒙 開始嘗試變裝 回到台灣之後 他一步一步踏上變裝皇后專業表演者之路 也成立了變裝皇后家族風家 尼菲亞非常重視自己的亞洲和台灣背景 在表演和服裝裡面也都會融入這些元素 像香蕉、歌仔戲、家鄉文化 還有奪冠的珍珠、奶茶等等元素 成為了他非常鮮明的特色 而在今年的盧寶羅變裝皇后秀當中 尼菲亞成功成為了節目史上第二位亞裔冠軍 登場感應當中還把這個獎項獻葛了台灣 不過,討論到這裡 我們好像還有一個沒有碰到的議題 變裝皇后為什麼要變裝呢? 變裝皇后作為一種文化跟身份認同 對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意義 不過,一般會認為 變裝皇后存在的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要打破固定的性別觀念 因為現代的變裝皇后 不單只是男扮女裝 展現應有特質而已 有些皇后會故意保留陽剛的元素 讓自己同時呈現非男非女的特質 調整主流社會覺得 男生就應該要怎麼樣 女生就應該要怎麼樣的刻板印象 還有人變裝成外星人、動物或其他的型態 除了變裝皇后之外 也有變裝國王等等 都是用自己的創意去挑戰 顛覆刻板印象的行動 而在這些行為背後 很多變裝皇后也會強調真實的重要性 她們強調 華麗的變裝不只是表面的扮演而已 更多時候是在展現她們內心真實的自我 展現自己的認同跟文化的驕傲 不必再像日常一樣受到社會的壓抑跟責難 那進入觀念以前 我們先特別感謝志祺七七的所有會員 因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贊助 我們才能夠持續運作這個頻道 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樣議題 真的是非常謝謝大家! 如果你願意支持我們走得更遠 歡迎點擊頻道主頁的加入按鈕成為我們的會員 或者也可以用超級感謝小和支持我們! 好,那話說回來 在做這集之前 我們雖然都聽過變裝皇后 但是對於這個文化本身並不熟悉 開始蒐集資料跟研究之後 發現一個很大的困難是 很難去定義變裝皇后文化到底是什麼? 因為不管用什麼樣的定義 一定都會找到很多例外的案例 一直打破我們原來的想像 但我們覺得這一點可能就是變裝皇后 這個文化最吸引我們的地方 因為客觀來說 每個人一定都是不同的個體 但為了理解方便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會幫別人聽到標籤 覺得你是什麼出身的 應該就要有什麼樣子 有時候甚至是去污名化跟自己不一樣的人 而變裝皇后誇張華麗的表演跟存在 其實就是不斷地去挑戰這些既定的標籤 強調說每個人都可以驕傲地展現真實的自己 沒有人應該要被刻板印下給壓迫 這可能也是為什麼變裝皇后的定義 不停地在流動的變化 而這種挑戰精神 也是我們覺得非常佩服的地方 當然我們也意識到 變裝皇后是一個非常非常專業的技術跟文化 今天這一集 我們也只能夠非常非常概略地聊到一些皮毛 所以如果你有專業的意見 或是覺得我們有任何說不清楚的地方 都很歡迎你到留言區跟我們一起補充討論 也鼓勵大家一起來認識這個文化 好的,最後也想來問問大家 你看過變裝皇后嗎? 你看過,我非常喜歡變裝皇后表演 並沒有看過,是因為尼菲亞的新聞才開始關注 所以我自己就是變裝皇后 你其他留言告訴我們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變裝皇后!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跨性別和恐童的討論! 那麼,今天的是一期新消息會被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